会长赵林介绍,一个月前,美国加州湖北同乡总会在发起对家乡湖北武汉的募捐动员之后,广大家州湖北人和海外侨胞紧急行动起来,募资捐款,采购物资,安排货运。 一个多月以来,大家团结一心,众志成成,夜以继日地奋力工作。 截至目前为止,收到当地会员和乔包捐款捐物,价值超过18万美元。 其中,北加州方面,从湖北当地采购出国日本的医用口罩20万个,捐给了孝感市医院。 第一批5万美元捐给武汉市中心医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每人3000元人民币。 南加州方面,将6万美元捐款通过美国医疗物资主渠道购买物资, 分6个批次发往武汉市和湖北省各地市州县的一县医院。 主要物品包括N95口罩2万个,医用口罩12000个,防护服5200套,防护眼镜860个,防护面罩25个, 医用手术服1万件,实验服500件,高级医用防护手套36万服。 赵林会长介绍,为了使募集的捐款、高效率、高效益地送到医区一线医护人员手上。 南加州湖北同乡会的干部会员积极努力, 克服了购物难、空运难、医区封城、传递难等一系列困难。 通过高水平的运作,每个环节的追踪,把将近8吨的一线集用物资送到了湖北省抗疫重点区域的近20家医院。 做到了点对点,湖北主要地区、地市县三级的全覆盖。 今天是我们美国加州湖北同乡会第六批货物即将起运,飞往上海, 派送到武汉和湖北各个重点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 近一个月以来,我们广大海外湖北乡亲积极地筹募资金, 积极地购买货物。现在我们南加州湖北同乡会已经发货将近8吨。 在运送过程中,Best Ocean全球物流公司对急救物资实行免费运送。 董事长王雨昕表示,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能为武汉人民、湖北人民、甚至全中国献上一份绵薄之力, 是作为中华儿女责无庞大的事情。他也希望中国能够早日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整个疫情发生之后,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空运部以及仓库的所有员工都放弃了礼拜六周末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 已经连续一个月的时间来一起大家分批的,一批一批的捐赠物资,从我们仓库,从我们手里运到国内去,然后负责清官。 所以这个也是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在这里,我希望我们祖国人民能够早日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就说,用了很多的一句话,在最近,我觉得是帮助他人,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自己。 城市卫视记者,洛杉矶报道。